皇家銀行經濟學家分析 明年糧食價格上升的情況 可能與2011年相同 當時食品價格受到中國 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系 需求高漲的影響 有顯著的上升 預計今年食品價格的升幅 為2.5%至3.5% 而明年最高可能達到4% 與此同時 受美國中西部罕災影響 粟米和帶豆等農作物失收 這樣將會對整個農業系統的運作 造成影響 致養以粟米為飼料的生畜 成本將會上升 肉類價格因此會有相應的上漲 其中受影響最大的 會是豬肉和牛肉 另外 加禽類也可能受到一定影響 而以粟米為原材料的各種食品價格 也會有相應的提高 另一方面 小麥產量也有所下跌 所以麵粉類食品也會加價 不少食物零售商 已經開始感受到加價的壓力 本國咖啡連鎖店Tim Hortons 在上星期調整了部分 烘烤類食品的價格 其中 鬆餅貴了五仙 三文字就貴了一毫子 另外 肉製品生產商 Mayful Leaf公司 也在上星期暗示 旗下的產品將會加價 不僅如此 Loblot Metro Sobeez 以及Shoppers Drug Mart 以及Walmart 也都在激烈競爭中逐漸加價 零售商 零售商